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股收盘节目 我是主持人张叔 周四大盘位能持续昨日涨势 三大指数大幅低开震荡向下 隔夜亚洲股市涨跌户线 日韩股市小幅收涨 而户深股指全部收跌 欧洲市场受到油价下挫的影响 高开低走全线飘红 经济数据方面 今天由美国公布的首身失业金人数 仍然保持在低位 而本周新增申请人数较上周 是减少了9000人 显示出解雇人数下降 以及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 而蓬勃消费者的新型指数保持稳定 大宗商品方面 油价未能延续昨日的反弹趋势 大幅下挫 WTI轻制原油期货价格 自昨夜冲破了38美元后 是一路走低 跌破了每桶37美元 而金价持续上扬超过1% 冲破每盎司1235美元的关口 显示出了市场的避险情绪浓厚 美元指数小幅上涨0.17% 在94.5点附近盘整 而综合各方面的因素 三大股指是大幅低开 标普500指数一度下跌至2043点 显未跌破昨日低点 而纳指则受到金融 科技 能源等 风险板块拖累 跌幅最大 五后 大盘是进入了窄幅震荡 随后空方发力 三大股指将跌幅扩大 标普500是一度跌破了20日进线 豪华度假酒店品牌永利 在公司今日是举办了投资者大会 提供了更多酒店扩张计划的细节 而计划显示 永利将在拉斯维加斯 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水上概念酒店 新酒店计划占领130公顷 除一千余个客房之外 还有赌场其他夜生活娱乐设施 并且将引入滑水 单奖冲浪和翻散等水上雨的项目 公司会上还宣布 旗下的澳门豪华度假酒店 永利公将在今年的6月完工 预期将给永利带来 8亿5000万美元的税息折旧 及摊销钱利润 值得关注的是 永利股价在过去的三个月内 已经累计上涨了29% 公司2月发布的财报数据显示 拉斯维加斯永利业务总营收增长3.8% 达3亿9000万美元 基于公司优异的业绩表现 Telsea咨询集团将永利评级 上调至跑赢大事 并将目标价格由每股67美元 升至112美元 受力好消息的影响 永利今日大涨了11% 爆99.35美元 创下了8月以来的新高 美国最大的连锁会员制仓储 量贩Costco目前是宣布3月的销售数据 而本月度的总销售额 是达到了1107000万美元 同比增长了3% 美国本土的铜电销售额上涨了1% 高于市场预期的0.7% 但除去油价和汇率影响后的铜电销售额 增长率为4% 略低于市场预期的4.5% 同月公司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总利润为5亿4600万美元 每股收益为1.24美元 同比分别下降8.7%和8.1% 公司在前瞻性的声明中指出 公司前景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存在 但不限于汇率等外部经济环境 金融市场波动 同行业继争 公司资本结构调整 和员工工资上涨等方面 据悉Costco已于上月宣布 将电源的最低时薪 由11.6美元上调至13美元 投资者需要继续关注 Costco将于5月25日发布第三季度财报 而Costco今日下跌2.94% 报152.14美元 特斯拉汽车在今日宣布 其最新的电动汽车Model 3开放预定一周后 预定量已经突破了32.5万辆 而预计销售额更是达到140亿美元 创下公司新品最高单周预定量 远超公司此前的预期 而公司称 此次的新品发售虽然没有做任何的营销 取得这样的成绩 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对于特斯拉品牌的兴趣 和对于电动汽车使用前景的看好 尽管新车型的发售取得开门红 市场仍然对特斯拉未来的前景表示担忧 巴赫莱分析师表示 这种担忧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以特斯拉目前的产能来看 Model 3的交付期已经排制了2019年 二是联邦税收抵免优惠 而这将影响收益 三是Model 3对市场毛利率的一个目标为20% 但目前特斯拉电池厂的规模 还不足以使得其电池成本降低到这一水平 尽管特斯拉重申全年的交货量将达到8至9万辆 但第一季度不及预期的数据增加了市场 对于特斯拉能否及时交付Model 3的担忧 特斯拉今天的股价也是一度下跌超过3% 保256.96美元 好的 以上就今天美股收盘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